价格暴跌,中国实现榴莲自由,泰国越南上千家榴莲种植原要面临破产 对此网友惊叹道,中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曾经价格高昂的榴莲,近期价格一再下跌 随着泰国东部榴莲进入旺产季 榴莲的价格比4月初跌了一半左右 伴随着国产榴莲今年将突破250万吨的消息 价格还未到底部 在浙江杭州萧山农产品批发市场 摊头老板介绍,最近榴莲大量上市 一天一个价 根据央广网报道 目前广州市场的泰国金镇榴莲 美金榴莲价格约在26到35元之间 相较于4月初便宜了一半 但这相对于其他地方仍不算便宜 昆明地区批发价甚至跌破10元一斤 而部分地区 普通水果店也摆出100元5个猫山王榴莲的招牌吸引顾客 曾经售价60到70块钱一斤的榴莲 现在不少地区只卖20块左右 泰国街头堆积入山的高价榴莲 渐渐无人问津 事实上 虽然现在榴莲价格下跌了 但是买榴莲的人也没有如预期中增长 毕竟 买个榴莲也要一二百块钱 甚至更是达到了二三百块钱 榴莲为何价格暴跌 对此很多网友都惊叹道 中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 一方面国产榴莲的种植面积与产量的大幅增长 2023年共有1400亩榴莲树已实现挂果 总产量达50吨 2024年榴莲树挂果面积将增加至4000亩 总产量将达到250万吨 主要品种包括金针 干窑 猫山王 这导致中国海南种植的国产榴莲也将大批量上市 榴莲的稀缺性被打破了 目前榴莲又迎来采摘旺季 大量上市 价格也在逐步下探 与此同时 消费者观念变了 一方面是很多人生活压力大 消费降级 榴莲不是必需品 其次是消费健康观念逐渐补及 榴莲热量高 多致榴莲对身体无异 一些患有糖尿病或其他慢性疾病的人 根本不敢食用榴莲 这让太越两国深感焦虑 看着那些新鲜的榴莲在田间腐烂 我们只能无可奈何 越南农民这样表示 数据显示 今年越南对华榴莲出口量已下滑10% 上千家种植园已经濒临破产边缘 此前 泰国榴莲已经爆出首批195吨以抵达广州消息 号称正快马加鞭送往各大水果批发市场 再不赶紧猪手卖 就卖不出去了 中国人有多爱榴莲 全世界每五个榴莲中 就有一个是在中国被吃掉 对于榴莲 中国人一直有非同一般的热爱与偏好 尽管一个榴莲就要花费几百元 但是大家对于这种高价水果的消费需求还在节节攀升 中国消费者2023年大约吃掉了140万吨榴莲 在很早之前 我们国家一直没有研发出满足大众口味的榴莲 榴莲的消费 我们向来都是向泰国和越南等国家进口 毕竟 在那些热带国家种植出来的榴莲不进口感纯香 品质也好 2010年 中国榴莲的进口只有不到1.5亿美元 到了2019年 榴莲就超过了车离子 以进口量60.45万吨和进口金额16.04亿美元 成为国内进口水果的第一名 根据2021年的资料 全球榴莲的产量是384.91万吨 按当年中国的进口量来计算 占全球总产量的21.3% 全世界每5个榴莲中 就有一个是在中国被吃掉 国产榴莲打破依赖进口的局面 越泰泛南 高价榴莲卖给谁 正是因为这种不断上涨的需求 也让泰国 越南等国推动榴莲不断涨价 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 榴莲进口单价从2015年的11.8元美公斤 到2021年攀升至33.1元美公斤 6年间涨幅直达三倍 而此前春节期间 金镇榴莲卖到了45元到50元美金 贵的时候曾经卖过50到60元美金 这样一来 很难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 可在中国市场的一个特点是 一旦某个产品有庞大的市场需求 又对国外产品过于依赖 而当外部产品高昂且的价格不受控的情况下 一旦满足这三条 国内就会有自主研发的动力 这种事情在水果种植上都不例外 国内早在上世纪50年代 就已经对榴莲这一品种展开了研究 后来国人从东南亚带回榴莲种子 想在国内试着种植 但树长起来了 就是不结果 源于榴莲这种植物需要在热带气候的地区生长 遗传背景很复杂 而我们内地的农民对这种水果的解性也特别的少 这也是导致本地榴莲种植很长时间没有成功 2014年 转折点出现了 海南一个种植基地通过嫁接技术 从越南引进了40多株嫁接的榴莲树 第四年 这40多棵榴莲树竟然开花结果 2019年 海南宝庭热带作物研究所里那棵60多岁的榴莲树 也意外地开始结果 这预示着榴莲产业迎来拐点 中国农科院团队采用高效的嫁接技术 再次找来44颗外来榴莲树种 从生苗嫁接到土质 灌溉 日照等环节 进行了精细养殖 使得榴莲苗存活率跃升至98% 技术格新成效显著 因此 借助技术公关 中国已经创造出了数万亩规模化种植基地 很多榴莲树也都已开花 也培育出了红肉猫山王等众多独特的榴莲品种 随着科研人员不断努力 这种贵族水果成功如今已转变为平民化的石令水果 也有不少专家估计到2025年 我们中国自己生产的榴莲可能会突破100万吨 而这突破性的进展也彻底打破了 我们长期受制于榴莲进口这样的局面 类似精诊榴莲从过去40到50元一斤的售价不断回落 精诊榴莲跌破30元美金大贯 整只榴莲仅需要100元左右 如今20元月1斤左右就可以买到 而这一成功也让泰国和越国两国生产焦虑 意识到中国已经不再为泰国高价榴莲买单 泰国榴莲正在启动降价策略 根据光明日报报道 泰国精诊榴莲此前刚上市时 批发价达到50多元美金 一只5斤多的榴莲买下来花费近300元 现在已经跌了一半价格 根据数据显示 随着我们国家自己榴莲的生产量逐渐飙升 泰国榴莲的出口量从2019年就开始逐渐减少了 在今年上半年 泰国榴莲的出口量仅仅只有10万吨而已 以往减少了30%左右 若国产产量大幅提升 只怕倒是泰国进口榴莲的竞争率将进一步下降 目前泰国已经开始着急 以往为了多挣中国高价市场的钱 泰国榴莲甚至尚未成熟就采摘下运往中国 曾经连格带肉 冷冻的猫山王榴莲 美金的售价大概在90多元不等 如今在部分水果市场已经卷到20到30元一斤 堆成了小山 根据数据显示 随着我们国家自己榴莲的生产量逐渐飙升 泰国榴莲的出口量从2019年就开始逐渐减少了 在今年上半年 泰国榴莲的出口量仅仅只有10万吨而已 以往减少了30%左右 若国产产量大幅提升 只怕倒是泰国进口榴莲的竞争率将进一步下降 目前泰国已经开始着急 以往为了多挣中国高价市场的钱 泰国榴莲甚至尚未成熟就采摘下运往中国 曾经连格带肉冷冻的猫山王榴莲 美金的售价大概在90多元不等 如今在部分水果市场已经卷到20到30元一斤 堆成了小山 面对中国的成功 这些生产榴莲的国家们正在做出改变 包括降价 开拓新兴市场 即使避免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开拓日本 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等 毕竟随着国内榴莲的种植面积和产量提升 中国不再为高价榴莲买单 泰国 越南过去一年超42亿美元的收入或难以维持 还会面临榴莲滞销的窘境 因此 他们求生欲望很强 表示想要学习中国的现代化种植经验 改变固有的种植模式 近年来 泰国 越南等地的果农不断对榴莲品种进行杂交 新品种产量增加的同时 小果 次果的比例也在提高 以逐实现价格上的竞争力 榴莲不算是人们的刚需 但国人爱吃榴莲 即便价格高 需求量也在逐年增长 因此 庞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种植技术突破的动机 最终技术的突破下 实现了榴莲种植自主 撕掉了进口榴莲高价外衣 市场需求是催生技术突破最强大的动力 如果国人根本不爱吃榴莲 可能国内都没有动力去研究榴莲的种植 而太越榴莲如果一直以来卖低价 国内同样没有突破的动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 太越榴莲吞下高价收割恶果 因此 市场是第一位的 市场需求会催生庞大的商机 会带动更多的力量去研发突破 一旦打破了依赖进口的局面 自主产业规模形成 质量有保证 在庞大利润的驱动下 就能形成自主产品替代部分进口的格局 最终将汇集更多人群 这是国内努力公关打破国外垄断价格 与市场的初心与动力 这在其他领域照样适用 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